每日 走了 这节课我们解决上一节课 接着讲语法 那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的语法呢 是见经兵语人称代词 那么还像稍微一样啊 我问大家什么是见经兵语 我们可以看看底下的句子啊 它们都跟见经兵有关系 第一句呢 意思是他把他的地址给了他的同学 那么这句话里面的见经兵语是谁呢 是说干妈哈的他的同学 为什么 因为动词都能以给和这个同学之间呢 有一个啊 借词啊 所以他不是直接相连的 是间接的 是间接兵语 那么如果我们来分享给呢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给一件东西 那这个算是这个东西地址 就是直接兵语 那么下面一些话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他和他的同学说话 这个里面 他的同学也是间接兵语 但是这句话和上一句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 和谁说话 这个短语呢 他没有直接兵语 他只有间接兵语 下面一句话 Je bonse à mon frère 我想念我的兄弟 bonse à 那这里 frère 间接兵语 在下面 elle parle de son école 她谈论他的学校 École间接兵语 那这后一句 elle parle de son frère 她谈论他的兄弟 那所 frère 间接兵语 这个很好 好像叫有间接兵语 那么间接兵语 好 之后我们来看什么是间接兵语 人称代词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虽然我们上节课讲的有直接兵语 人称代词 那么比起来 间接兵语人称代词的使用范围要窄得多 它代替什么呢 它只能代替借词 阿引导的指人的间接兵语 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必须出现间接兵语 那么第二个它只能带人 不可以带东西 所以根据刚才我说的这个原则 我们把刚才的例句变成间接兵语 比如说第一句 el donne son adresse a son camarade 那间接兵语 son camarade 变成代词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 el lui donne son adresse 那这个lui呢 就是间接兵语人称代词 那么第二句话 el parle à son camarade 他和他的同学说话 el lui parle 那剩下的句子 同学们小心啊 他们都不可以用间接兵语人称代词来代替 比如说 我想念我的兄弟 我想念他 应该怎么说呢 je pense à lui 那这里的lui并不是间接兵语人称代词 是什么 中途人称代词 之后呢 他谈论他的学校 改成他在谈论这个 应该是 el en parle el en parle 那这个au呢 代替的是学校 那最后一个 他在谈论他的兄弟 我们改成 他在谈论他 应该怎么说 el parle de lui el parle de lui 那这里的lui呢 仍然是中途人称代词 所以用名字的时候啊 看上去结构非常接近的句子 把它变成代词替换 那么有的时候呢 会用的是间接兵语人称代词 有的时候用中途人称 有的时候用en 或者是用e 我们这里没出现的哈 这情况呢 比较复杂 我们下面啊 会一个一个来讨论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的是 间接兵语人称代词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表格 都有哪些词 是间接兵语人称代词呢 比较简单 那同样的m和d 可以代替 我和你 那代替他呢 只有一个是lui 不像直接并语人称代词 要分le和la 那我们你们 nous和vous 代替他们 是le 我们这里先强调一下 间接并语人称代词用法 第一个呢 它只能是代替人 和那和直接并语人代词 不一样 我们比较 je la regarde je la regarde 我看他 那这个他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有可能是一个女生 une fille 有可能是一件裙子 une robe 可以代人 也可以代物 但是间接兵人称代词 就只能代人 比如说 je parle la vole 我和保罗说话 那我和他说话 就是je lui parle 你看到lui 首先想到 肯定是一个人 不可能是一个东西 那第二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就是这里的代词 它的第三人称 是不分离阳性的 所以lui he leur 可以指男的 也可以指女的 可以指阳性名词 也可以指阴性名词 比如 j'écris à ma mère 我给我的母亲写信 变成 再次代替母亲 那句子可以说 je lui écrit je lui écrit 同样呢 如果你给你的父亲写信 je词 je词à mon verre 那 再次代替mon verre 还是 je lui écrit 我们来试一下 fouch的 那看下面的句子 可以跟我们一起念 je donne du chocolat aux enfants je donne du chocolat aux enfants 这些意思呢 给孩子们 巧克力 好 再次代替孩子们 je leur donne du chocolat je leur donne du chocolat 所以其实呢 这还是相对简单 没有阴阳性的烦恼 那最后第三点呢 就是需要大家 比较注意位置的问题 那首先呢 是在肯定陈述句中 那么阶级并云称代词 放在哪里 在相关动词前 那么这一点呢 和直接并云称代词 是一样的 比如说 je lui parle 那么如果遇到了 速动词 加动词原型的情况 放在哪里呢 放在相关动词前 也就是动词原型的前面 比如 je vou lui parler 我想和他说话 je vou lui parler 那之后呢 就是在复合试态中 比如说 复合过去时 应该放在动词哪呢 当然是动词前了 那么过去分词 只是分词 所以不应该当动词对待 比如说 我和他已经说过了 好 我们把上面的句子 变一遍哈 那变成什么呢 je lui ai parler 之后呢 让大家注意 在否定句中 它和ne pas的位置 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代词呢 是应该放在ne pas的中间 比如说 我不和他说话 应该是 je ne lui parle pas je ne lui parle pas 那在这里面呢 请同学们注意 上次我们说到 直接并语代词 代词在动词的前面 后面的过去分词 要迅速配合 这里呢 间接地域代词 没有这一条 所以它不需要 过去分词进行迅速的配合 那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 命令式 那命令式呢 在肯定命令句中 那它有这么几个形式 如果是我和你 就是moi et toi 那其他情绪 代词是不变的 那单数的他是Louis 复述他们 leur 我们 nous 你们 vous 好 那我们同学可以试着 做一下下面的句子 比如说 请您给他写信 请您给他写信 它就应该是 间接非语正在词 怎么说呢 如果要做一个句子 别再给他打电话了 别再给他打电话了 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是 给他打电话 那所以应该就是 是不在 好 之后我们就来说 你不可以使用 间接非语 人成在词的情况 那我们在刚开始的例句 就出现了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用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两组句子 第一个当时 我正在和我们的兄弟 说话 我们用带词呢 就是je lui parle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正在想念我的兄弟 je pense à nos frères 用带词呢 就变成je pense à lui 那么句子的结构呢 用名字的时候 看上去是很相似的 为什么一个用了 间接必语正带词 一个用了间词 加中读人称的结构呢 那这些语法解释呢 办有两种解释 那第一种的解释呢 是说 那bancé à 想后面是可以加物 也可以加人的 但是bavlé和谁说话 那你臭面只能加人 怎么来看呢 你想我们之前有学过 很多bancé à的短语哈 你可以想一件事情 bancé à léxamon 想考试 那你也可以想人 bancé à gélique 那它这个时候 就可以理解成为想念哈 那么这样的动词呢 因为它后面可以接物 也可以接人 所以不论是接物 还是接人 我们都不可以用间接 跟语人称代词 如果接物 bancé à gélique chose 那用代词代替 就应该用 e 如果是bancé à gélique 想某人 那么代词呢 就用众多人称代词 但是bavlé à 和什么什么说话 那按照记来讲呢 这可能和人说话 对吧 那如果不是在拍动画片 科幻片 也不可能和一个桌子说话 所以bavlé à 这类的动词呢 它后面只可能是人 那么只可能是人 之前我们说过 间接人称 编语代词 它只能代替人 刚好他们哪一对 那么第二个解释是什么呢 同样也是要看 这个动词的特色 那它的理解呢 是因为bavlé à 这个动作呢 具有互动性 什么叫互动性呢 就是bavlé à 和某人说话 和对方说话了之后 对方是能够接受到 你的信息的 并且可以做出反应 那这个时候呢 它是互动的 所以这类动词后面 要加间接编语 人称代词 而方式啊 想只是一个单边的动作 所谓单边 是说只是自己在想 那对方是并不用 收到你的信号 那作为单边动作呢 它后面不可以加 间接编语人称代词 那么我们仔细想想 这样的理解 似乎也可以说得通是吧 那不管是哪一种解释方式呢 最重要的是 你能用自己的方法把它记住 那贴上去好像有一点复杂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我们平时常用的动词呢 并不会是非常的多 所以把这个原则记住呢 最重要的是 多见 多说 多用 形成了语感的这些用法 自然就不是在话下了 那最后呢 我们还来是看一幅漫画哈 那接着上回一样 同样是在国庆节 有些人的讨论 漫画上他们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从最左边看起 这可以大声念出来哈 你认为他在想我吗 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那么第一个呢 Bose amour 想我 总人称代词 那第二个 他给我 那请问这里面的MEP 代替的是什么呢 我 是直接避语 还是间接避语代词 那答应该是间接避语代词 因为直接避语是对话号码 那么旁边那个人说什么呢 你有没有问他在瑞典的地址呢 这里面问某人某事 是 这个人呢 做的是间接避语 所以代词代替应该用Louis 好 这后我们来看右边的话是问答 那上面的问题呢 我们去Nelson 上次我们讲过它是一个什么 夜店一个酒吧 那旁边人回答什么 好的我们去吧 那这里面呢 A我们之前学过的在此E代替的是什么 B点 然后这个人又说呢 Ile faut dire abola 什么意思 应该告诉保罗 告诉保罗什么 这个了就代替上文出现的 要去那个Nelson 那底下那个人说 嗯好的 我来负责告诉他 他是怎么说的 OK Je m'en occupe Je m'en occupe 就是我来管 那么我们记得有一个短语是 succubé de quelque chose 是尽管某件事情 如果后面接人呢 succubé de quelque chose 就是照料某人 那么他有一个借词的 在下后面一个间接避语 用什么代替用en 那最下面那个人说什么 保罗不和我们一起来 那这个 和我们 很容易看得懂 如果论成分呢 是借词 那借词后面出现的 代词是什么 中度人生代词 那然后就剩下最后右边的两句 je de souviens de l'adresse 你还记得地址吗 succubé de 是固定用法 记得 bien sûr je m'en souviens 当然我还记得 只用了代词en 为什么呢 因为借词是d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 最后 Marian 继续